让主场球迷放心的一种掌声 今天在场上 最起码他的跑动距离 我想现在应该是双方 在场上这些球员当中 他是跑动距离最多的 其实一个队员在场上 跑动勤奋 本身就是他比赛态度的一个体现 正志 正志 38岁的正志 这个赛季初呢是受到脚踝伤的影响 所以这场 德比战政治的回归 也是让 广浪大淘宝队全队上下 在球队的信心上 有了一个提升 曹理尼尔 曹理尼尔就是必须要 把这个球传过去 约翰超在边落 杨立宇这一落 塔丽卡这次换到右脚 这个鼎盛十七的 那么强劲 而富丽这边能看出 他现在主打 进攻当中主打三个外援 再加上桂宏 其他的防守队员还是稍微 在进攻当中 下面讲稍微还是有些谨慎 我们看 广州恒大队是主要要 尽量放大这两个外援的个人能力 对 塔利斯嘎现在在广州恒大 他踢的还是比较老道 来了以后 在这个前三个赛季 也是在这个区域 他经常获得在运动战中 用他的左脚内侧 往这个球门远角多 有进球包括定位球 所以他现在越踢 就是越在比赛当中 更能找到他适合射门的 这个区域和感觉 所以广州恒大也是 对他的认可 和他在有威胁区域活动当中 尽可能的把球给的 你看张修为也是 这球在一颗运转当中 再回给他 这也是看 离两边 这就是那个进球 对 首先就是恒大的内援和外援也好 就是塔利斯卡 他在这个区域活动当中 一旦有机会 有空间 第一个选择呢 是选择塔利斯卡对策啊 经常的给他 让他传球也好 让舍门也好 结果缓过来以后 球呢打的呃 代表会员有的就有 啊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觉得这个陈月磊啊 如果有个提前量啊啊 重心移动早一些呢 完全可以把球扑走出来 嗯 其实上半场啊 广州福利一队也还是有些破门的机会 尤其是在呃 落后之后 紧接着这么十分钟的时间 嗯 啊 沙巴呢 在中路啊 更多的啊 接应包括 嘎哈维 而啊 唐淼呢 其实刚才我也谈到 讲 但是就是上半场呢 在广州福利啊 又边路进攻当中啊 他的这个 这个传中球啊 也经常给广州恒大造成一种的威胁 嗯 哎 就是这段时间的时候 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广州福利一队有过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呃 于汉超在啊 这球也是打的比较啊 连贯 他人家啊 保里尼奥也知道 除了 这个这个往里进击以后啊 这个没有这个向前推进 或顺便的机会的时候 但是塔利斯卡他已经准备好 就是在对方禁区的啊 这个右侧嗯 然后呢 身体的朝向呢 是朝啊 这个球门的 或者说斜斜前方啊 使他的球门 这球一传过来 他调整也好 不调整也好 直接啊 就可以在这个适合的一个区域 包括这个角度啊 让他来打门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进攻之后 广州福利队的攻势呢 又逐渐的被压制回去了 嗯 上半场的最后阶段 基本上还是广州恒大队又找回了 的注重拳 这是来自贵宏啊 在进行大概20米左右的一脚啊 直接射门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啊 有一定的威胁 这球呢 于汉超 滑出来以后啊 应该是杨鲤顶到了 这球要稍微啊 球点高了一点 但是我看这个位置 他实际呢 这球中路位置 稍稍高出了 屏幕的字幕 给出了下半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换人信息 广州福利的下半场比赛的换人 全职招 对不登场 塔利斯卡刚才这下 争顶时候 其实还是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义腾投球破坏了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投球 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做到外围之后 张修为在回敲 今天塔利斯卡和张修为之间的传递配合非常多 冯霄亭是被放了 对啊 冯霄亭 登贝来 对啊 没有去贴身钉 这还是我们上半场比赛说到 他的这个松的问题 三次击混的能力非常强 对 这让福利队非常败的 看一下啊 这球 顶下来之后 其实是有 余汉超的位置 倒有待伤阙啊 对 从这个 保利尼奥的位置 对 曼泉特来看余汉超 所以作为 人回来但是没看人 啊 你看这个球 贴着力柱啊 质量非常高 另外我们看登北来的防守 我们看登北来的防守 是吧 他如果站点条线路上的话 可能这个球 塔利斯卡也打不出来 是吧 塔利斯卡这个球 有力量 有速度 线路又貂窜 能力在这摆着呀 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就有机会得分了 对 能力强 另外我们看 在塔利斯卡射门的线路上 有三名富力的防守球员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上前封毒 让主场球迷放心的一种掌声 对 今天在场上 最起码他的跑动距离 我想现在啊 应该是双方在场上这些球员当中 他是跑动距离最多的 只是一个队员在场上 跑动勤奋 本身就是他比赛态度的一个体现 正志 正志 38岁的正志 这个赛季初呢 是受到脚踝伤的影响 所以呢 这场得比战 正志的回归 也是让广浪纳淘宝队 全队上下 在球队的信心上 有了一个提升 保利牛 保利牛 保利牛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球传过去 宇翰超 在边落 杨立宇这一漏 塔利沙 这次换到右脚 打 这次换到右脚